他何德何能,如何延续大唐基业,833年,在藩底内诞下了一男婴,取名李温,他是大唐帝氏八位皇帝唐宣宗李晨的长子,圣母朝贵妃在宫中颇得宠爱,李温幼时体弱多病,性格内向,不喜社交,却很会说故事逗人开心,他最喜欢听宫中太监讲些示警一事,能听得津津有味,李晨即位后,封他未孕王,846年。 李晨继位为帝,运王李温已年过十三,李晨想传位给自己最疼爱的四子魁王李兹,却碍于长子敌传的规矩难以抉择,朝野上下都在猜测,皇位的继承人会是谁。 李温虽为敌长子,但他温和谦逊,缺乏雄才大略,李晨也难以看好他治国能力,那一年春天,运王李温忽然得了怪病,身上长满农疮,高烧不退, 太医束手无策,朝贵妃日夜守在他床前,李晨派遣御医四处访方,终于找到一位道士,灵丹妙药使运王病情渐渐好转,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运王的病奇迹般痊愈了,李晨大喜过望,赏赐道士千金。 不久,运王重新出现在宫中宴会上,朝内大臣见他神采异役,纷纷猜测他定将受命为储君,859年8月,唐宣宗李晨病重。 此时四皇子魁王李兹已年过二十,风度翩翩,深得父皇宠爱,李晨有心传给他大统,李晨召见三位心腹大臣王归长等,嘱咐他们扶持李兹登基为帝,王宗使此前与王归长不和,一直被排斥在权力核心之外, 他料定李自即位后,避讳清洗一己,自己前途堪忧,没想到王宗使竟抢在诸臣前一步,矫照李运王李璀为太子,王宗使此举旨在树立威信,一雪自己在朝堂上屡屡受挫的名声,他深知运王温和退让,易于操控,李运王为帝,刻意巩固自身地位,李晨驾崩的消息传出。 王宗使率军入宫,迎运王入计大统,朝野军大吃一惊,运王登基后,改名李璀,视为唐一宗,王宗使成为实际上的掌权者,易宗不过是他手中的一件范例和傀儡,易宗李璀继位后,便展现出他从小的性格,温文尔雅,退让谦和,他将朝政大事一概交给宰相消仿打理,自己则整日在宫中饮酒赏月, 与太监们谈笑风生,朝臣上奏大事,他也不过随口应允,从不过问实际,他乐得清闲,丝毫不想过问正事,易宗天性乐天之命,并不在意那些权谋算计,他只想尽情享受人生快乐。 对追求荣华富贵没有丝毫兴趣,所以即便有心腹劝他加强皇权,整齿励志,他也只是白白手,笑而不语,王宗使成为实质上的掌权者,易宗也并不在意,朝野中人见皇帝如此不问正事,也渐渐松懈下来,文官武将都努力讨好太监和宦官。 皇权名存实王之势日益明显,但是易宗浑然不觉,他每日游玩赏乐,或召集文人雅士畅饮作诗,颇有远离陈霄的逍遥气概。 易宗在位十四年间,更换宰相多达二十一位之多,全臣王宗使左右逢源,宰相如同他手中的棋子,随意升迁霸处,朝政日渐混乱,灾害和叛乱此起彼伏,城镇农村民不聊生。 王宗使却置之不理,纵情声色,奏章如山越积越多,等待易宗裁决,都石沉大海毫无回应,大臣们也因皇帝懒政而自己推伪色泽,朝堂上的风气渐居腐朽,纵欲与奢靡之风笼罩朝野。 民众深受其害,怨声载道,从宣宗手中接过江山的运王李璀,本以为自己可以退隐于人后,过上无拘无束的逍遥生活,没想到皇帝的身份反而成了沉重的枷锁。 他需要处理那些他并不在意的繁文琐事,李璀开始外出游历来寻欢作乐,逃避责任,但随行人数却多达万人之多,这又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朝中的正直知识刘退,数次提醒易宗要治理朝政,管束群僚,都被他言辞拒绝,易宗将刘退贬为庶民,持续他的逍遥生活。 他对自己的作为并不后悔,因为他一心只想快活度日而已。 但是他似乎也预感到,这大唐江山注定要在他手中败落了,唐易宗在位期间虽然每天都上朝,但也只是做做样子,他对朝政并不感兴趣,每当下朝后,就在宫中举办宴会,每天一小宴,三天一大宴,在宴席上,唐易宗除了饮酒,还喜欢观看乐人的表演, 一天也不能不听音乐,并且只要他听得高兴,随手的赏赐便是上奸灌钱,在宫中总会厌烦,于是他便常常游走于郊外的行宫别馆,没有人知道他的行程安排,因此行宫中的官员每天都要备好美食以及乐师。 随时准备接待皇帝,随行的亲王也要备好做起,因此,唐易宗随时都可能带领他们外出,据《资质通鉴》中记载,唐易宗每次出现,所携带的护从多达十万人,所花费的费用难以计算。 除此之外,唐易宗还是一个十分好面子的皇帝,这一点从他的尊号就可以看出来,尊号是为了彰显皇帝的功德。 每次皇帝增加尊号,都必须要举行盛大的仪式,在贤通三年,大臣们给唐易宗加的尊号为瑞文明圣德皇帝,但唐易宗却并不满意,他觉得太短了。 于是到了贤通十二年,他给自己上了一个十二字的尊号瑞文,英武明德,智人大圣广孝皇帝。 要知道,在唐朝没有皇帝再活着的时候,给自己加尊号的唐太宗李世民的尊号也不过才十个字,因此,在尊号上能与唐易宗相比的只有唐玄宗和唐武宗。 他们有着十四字的尊号,尊号虽然快赶上玄宗和武宗了,但在正级上,唐易宗连武宗也比不上,不仅如此,唐易宗也有他的宗教信仰,唐易宗并不信奉道教,所以他没有因为服用丹药报庇,他所信奉的是佛教。 要知道,唐武宗在位时期,因为信奉道教,所以进行了灭佛行动,拆毁了大大小小的寺庙四万多座,直到唐宣宗继位,寺庙才渐渐恢复,而唐易宗继位后,广见佛寺、佛像,布施钱财无数,并且大半佛会,对佛教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相对的,这一举动对唐朝的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佛教兴起,佛经的需求也极大,因此,印刷术在这段时间的发展突飞猛进,此时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印刷品之一,金刚经,就是贤通九年的产物,贤通十四年三月,唐易宗又派人到奉享法门寺将佛谷迎入宫中,即便大臣百般劝阻,唐易宗都不予理会,从京城到法门寺路途长达三百里,迎接佛谷的队伍日夜奔袭, 直到四月才赶回长安,佛谷入京时,唐易宗用禁军充当依仗,迎接的队伍长达数十里,声势浩大,随后,唐易宗便将佛谷迎入宫中,供养摩拜,并且招募了许多高僧,整个皇宫都如同一座寺庙, 唐易宗离璀除了自己喜欢玩乐以外,还对自己的子女十分的溺爱,在唐易宗离璀膝下众多的儿女中,唐易宗离璀最为宠爱的女儿,就是她的长女童昌公主, 唐易宗离璀对于她的宠爱可谓是已尽病态,童昌公主出嫁之时,唐易宗离璀不仅为这名爱女修建了奢华的公主府,还将宫中珍贵的珍宝全部作为嫁妆赏赐给了童昌公主, 又使得童昌公主受宠一时,但是事事无常,造化弄人。 童昌公主下嫁给新科进士为宝横后不久,就突发重病,不治而亡,作为老父亲的唐易宗离璀为此伤心不已,将女儿童昌公主之死,怪罪于宫内的御医上, 盛怒之下,处死了宫中数十位御医,随后,唐易宗离璀亲自为这名逝去的爱女举办了一场堪比帝王的奢侈葬礼,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朝中的政治官员见唐易宗离璀的行为举止如此荒唐,只能够无奈地摇摇头,公元873年, 沉溺久色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唐易宗离璀终究病倒了,他为了恢复身体的健康。 请来僧人们为求祈福,但是一切都是徒劳,最终这位大唐王朝的第十八位皇帝唐易宗离璀最终还是在贤宁殿咽了气, 十年四十一岁,我们纵观唐易宗离璀的一生,他除了吃喝享乐,外出寻游以外,根本没有做出任何功绩, 这就使得大唐王朝进入到了末世之中。 无法挽回,他是唐朝史上著名的昏君,也是唐朝最后一个以长子身份继位,平安度过政治生涯的皇帝, 但可惜的是,这位君王懈怠朝政,不思进取,让原本恢复一丝生机的唐朝重新陷入风雨飘摇的境地。